啥呀 这是啥呀 老港头永旧落水儿童 成英雄了 谁写的 寡妇巧云写的 爹错有回门口的 你这巧云是的 你说你 我不是她还要拼狐狼的 我给救上了 你是写这玩意干啥呀 撕下来干嘛 不接咋的 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 我先喊声 在一个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 我弟身边却发生了一件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觉 这都啥臣 咱都不明白 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 是要干啥 不是 这他就是没啥 他没那么高墨水儿 这是跟哪抄来的 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往下看 整得更新鲜 念哪来这是 念了费劲我念吧 那天一早晨 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翅溜 一不小心 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我吓得 我吓得 妈呀一声 马爪了 一屁股坐在冰上了 只见我弟小孩在水里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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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泡了 就在这紧急关头 老耿二哥 老耿二哥 以迅雷不及掩耳到龙的速度 超纯出去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 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 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 温暖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心 对不起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老伴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行文词 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 你说 你说对我呀 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啦 没有我说这个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 天呐 你俩动手就不对 老伴啊 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那你以前总是他动手呗 以前没动过手哪天也没动过手呗 那你俩没动手他俩没人管孩子呀 要有医人管孩子那孩子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怎么说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 好个冰窟窿给鱼放上羊 完了瞧人家这不就就就 就来了啊 来了路过岭还来的 就见我地打招呼 说大哥呀你看你干啥 我说这不就没事跑哭了 我说你这挺好就咕咚 还要掉下去了 第二次我就是我就我就 我就当时说起来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 闪来不及 我就咔就给拽下来就这点事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这点事告诉我有啥用呢 好事不被人 被人没好事 你还咋想咋想啊 一会我就告你一句话 我脚歪不怕邪症我就告你 我就给邪症我不怕脚歪 那么还是 我那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 二叔 二叔你成名人了 上报纸的成名了 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啊 啥写的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 在东河叶村 有位耿老汉 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 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 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这是耿大输家吗 这又是谁啊 是耿大输家吗 大妈你好 我是报社的记者 赶紧来出家 记者 记者 靠他出名 谢谢 我请记者同志 谢谢 上看看 这是大叔 我亲舅 我是他亲爱的 什么都这么点 对 他是我亲爱的叔 我是他亲情的 不是我亲媳妇 我是他亲老头 大叔你好 你才好呢 大叔今儿怎么着呢 你看 我就救个孩子 玩这家里写的 你说又要驴又要钱 你发皮 可不是咋的 你瞅你们这报纸 这写的啥玩意 都阿淑等你 你说人不人鬼不鬼 大叔为这事生气 你这人还小的 我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 其实啊 这些小报的记者 有时候确实不道德 有的也写 没的也编 你说 你是啥报的 大叔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这个我生活没问题 跟你干 大叔 大叔 你看大叔 大妈 你看 这当我们生活有问题 也不上你报纸 不是 大妈 咋出名 大叔大妈 你们两个误会了 那我们这个报纸啊 是观众这个百姓生活 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 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我先采访采访你 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大叔 今天一见面 我看你老就是一个 普普实实的农民 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 又要驴 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 再把他救上来 那可能嘛 不可能 我给小孩放水里 拉出来 拉出来 我练中农呢 所以说今天呢 我亲自采访一下 掌握第一手材料 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 给你老人恢复名誉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那好 你先说一说 巧云家的自然情况 怎么样 巧云家俩人 一个儿子 一个他 一个过得 说心里话 寡不知夜的 孤儿寡母的 过得憋气完了 他的老头 在人死之前呢 喊着眼泪 他就拽着我的手啊 他说大哥 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 家里啊 弟妹他还都交给你吧 我说你放心 啥事你放大哥的手 你就放心 从那以后我一手脱两家 家里有啥事我都去 你不信你问他 干活啥都我 大妈您说 那咱从 一大开车开始 村众修首脱皮打墙 布布的阳长都冬至送凉 那第二大抢着干 比干部这个家伙还上行呢 大叔大妈 这么着 咱们呢换个话题 怎么样 你别换个话题了 咱换个地方吧 好 咱们就踩这个垃圾根吧 大叔 那么我再问你 您对巧琳的孩子 是不是特别的好 嘿嘿 嘿嘿 这孩子 你要提孩子 这小孩啊 嘿嘿嘿 跟我进 天天啊 哎呀 我走哪都干不到 我干的啥活我就领他 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 我这喜欢孩子呢 喜欢他 可喜欢了 完事呢 喜欢喜欢 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想 咋不想啊 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 我半夜我一定起来 上他家门口 我逛去 我又 要不睡不着 这样 你三个半夜上一家门口 换我去 你是想孩子吗 我也想孩子 他这些咋的 想谁 你这个心里明白 你这个人真是干的 你这个 咋整 你咋整啊 你想谁 你心里知道 我说咱们还换个话题吧 换个话题 咱们的大叔 小鱼你家的事啊 咱就不闹了 嗯 说说你你家的事 你家几个人 你家几个人 来来来来老伴你 算算 这个就要你去的 才你呢 你家是小姑娘俩 老姑娘俩 一样一小 六个人 算多了 怎么多了 年轻的时候 这算小姑娘俩 老的时候这老姑娘俩 一样一小嘛 哈哈哈哈哈哈 两个人 没孩子 说对了 就因为没孩子 我才喜欢人 那小孩 我说 他不生孩子 你看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 对我劲儿成大了 说我 光占我不下蛋 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 我也不明白 看那阿姆兰资源不浪费 留的有啥用 我啥才 你家用资源啥味 你呢 你别跟他插糊行的 咱还换话题吧 别闹这个 大叔啊 不用换话题了 这个情况啊 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你呀 就是听明白了吧 我听明白了 就靠你了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你放心 我好应好应救个人 老爸就得做个饭 不用不用不用 阿盛 人家来了 老人呢 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不不 不是 快说 我是生活问题报纸记者 生活问题报纸记者 来认识一下 好 你得介绍一下个情况 好记者 你好 你好 请坐 这个 叫叔叔 叔叔 行李 叔叔好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 哎呀 不是 我说你们这是 你啊 你冷静点 你太激动了啊 冷静一下 慢慢说 为你大的这点恐惧 哎呀 不敢当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 越朦胧抢朦胧 让我们老百姓都朦胧的事 行不行 不是 你老用啥腿啊 哈哈 我看呢 你现在啊 心情比较激动 你慢慢说 你现在心中的老梗二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呀 我心中的二生 实话实说 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热心的人 细心的人 细心的人 是一个脱柳滴滴气味的人 这词儿也这么熟啊 这 把话说白了吧 他是我心中的脑像 他叫偶像 他脑像 我又哭了 别吐 嫂子 给你提麻烦呢 二哥你看这事 二哥 吊事 要照相了 照相 抢镜头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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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这个三位啊 你怎么摆在照相啥的呀 不是啊 可以从照 咱照相了 照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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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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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哎呀 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 对对对 以前那些消息啊 全都不对 这小孩啊 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 对对对 没错 没错没错 有事我兜着 你可以下板了 这是头条啊 好好好 老板 来过来 他走了嘛 走了 他说啥呢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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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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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